恶贯满营的传销头目被人暴打,躺在雪地里不知死活,接下来他能顺利活下来吗? 老叔,这大白天就喝酒,晚上能睡着吗? 哼,没有媳妇,还睡什么觉? 老叔,你这是什么话?这个世道,只要有钱,娶媳妇不是很简单吗? 简单个屁,这村子里就只有王小鸭是个单身女人,可她是个疯子,要是发起病来,能把我打死,我可还没有活够呢? 嘿嘿,老叔,你说的这是什么话?这村子里可是还有一个女人哦。 我屋子里的女人,不知道你喜欢吗? 你屋子里的女人?那个女人身材是相当的完美,可就是连长得有些不太美观,你那个女人,真是可惜了那好身材啊。 有这话,就证明她动过心思。 老叔,你别看她断了腿,可那方面,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 呵呵,你这女人,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,你就这么舍得将自己的男人卖了? 哎呦,老叔,您误会了,我和张安君是表兄妹,根本不是男女朋友。 当家的,要不然就买下来吧,要不然咱家女儿这样吃吃傻傻的,没个孩子,咱们以后死了,谁来照顾她呀? 这人,我可以买下来,但是他毕竟是个残废。 入对到我们家,也是干不了农活,只能生孩子用,我们还要养着他。 你要价五百,实在是太亏了。 以前,别说是五百块了,一天账户就有几千块入账,可现在卖人都这么不值钱了。 是,您说的是,要不然打个对折,您给两百五,人就归你们了。 啊?两百五呀? 老叔,你可别再嫌贵了,说实在的,这张安君绝对是老天爷给您家安排的上门女婿。 你说,就你家闺女那样,哪个男人入坠了,万一受不了,逃跑了,你们岂不是又亏钱,还亏了感情? 嗯,你说的是。 老沈,一看,您就是心疼姑娘,咱们女人一辈子,不就是想守着一个男人吗?既然这样的话,那要是有一个永远都没办法逃跑的人,岂不是最好? 况且,你家闺女的智力不太好,而张安君可是高材生,正经八百的江大学生。 这生出来的孩子,智力肯定不会差,一般的话,就和咱们普通人一样,若是好的话,你二老以后,可能也会有大学生的君孙孙呢。 老两口终于松动,点头赞同了这件婚事。 王老五的家中,张安君顺利拿到了一百六十块。 虽然钱少,可也足够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 深夜,两人可怀鬼态,为了不被对方发现,他们都忍痛拿出了十几块钱,从老乡家买了酒和肉。 两人笑得很是灿烂,难得气氛和谐的推杯换盏,热络聊了很久。 就这样,他们都醉了,躺在炕上,呼呼大睡起来。 赶紧的,把我媳妇绑起来,这可都是我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呢。 你们也别愣着了,这是我俺家小鸭的丈夫,下午家里就白酒席,你们赶紧帮我把他带回家,咱们也好早点开席。 !